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上电子 今天咱们修这个LED灯 这个LED灯现在故障是不亮了 我们看它这边有一个灯 这边有四个灯 它还可以这样打开 我们看 打开以后是这样的 这个已经被我拆开了 打开以后还是很漂亮的 那么我们看一下 它应该怎样维修 这都是卡扣卡上的 首先呢 这上面有四个螺丝 把它卸下来以后 这个灯盘就拿下来了 拿下来以后 单个的灯板呢 我们可以撬开 它也是通过塑料卡在里边的 我们把前面这个塑料罩撬开以后 内部呢就是LED灯盘 那么我们怎么样测量 这个LED灯珠的好坏呢 我们可以用万用表 夹住单个的灯珠 我们看 这有三个被点亮了 证明这三个是好的 然后我们再量其他的 这三个也是好的 这三个也没有问题 这三个也没有问题 我们发现这灯珠 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我们看 三个三个都能够被点亮 说明灯珠没有问题 另外呢 由于这个灯珠比较少 我们也可以用直流电源 把这个电压加到它的输入线上 这样呢 我们就不需要一个一个去测量了 当然需要可调电源 加上电阻以后给它供电 就能够检测整个灯盘 是否是好的 当检测灯盘都没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检查横流源 我们看这里边呢 有一个横流源 很显然是它的问题 因为呢 这虽然是串联的 灯珠一般不会损坏 我们看到这个灯盘里边的灯珠都是好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LED灯 横流源拿出来 看看是什么元件损坏了 它的这个位置是可以掰开的 刚才一不小心 把线掰折了 但是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用烙铁给它焊上 现在我们插电看一下 它是否有供电 首先量300伏滤波电容两端 很显然是有供电的 311 那么我们再测量 输出端 只有6伏 很显然是横流源坏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横流源都有什么元件 注意在检查之前要放一下电 刚才我已经放过电了 所以现在没有问题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 220伏 加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 它没有保险 通过整流桥正端输出正电压 副端输出负电压 加到300伏滤波电容的正极和负极 经滤波以后刚才我们测量了是310伏的电压 正电压通过LED灯珠的正极回到负极 再加到电感的这端通过电感加到芯片的五六角 另外输出滤波电容的正极接在300伏上 也就是300伏滤波电容的正极上 负极接在电感的这端 当我们芯片导通的时候 300伏通过LED灯珠通过电感 然后通过芯片的五六角 到达芯片的八角通过电流取样电阻接地 当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达到400毫伏时 内部功率管截止 这时输出滤波电容上刚才芯片导通时 冲得的电压通过电容的正极 LED灯珠的正极 负极回到电容的负极 当电流取样电阻上的电压低于一定的值的时候 内部功率管再次导通 再次重复上次的过程 这个芯片的型号是7711HT 它的一角是芯片D 四角是供电 直接从300伏供电 所以这个芯片的外围电路是非常简单的 在这里它也缺少了一个蓄流二级管 所以这个芯片损坏了 因为在芯片截止的时候 电感上的反风值电压很高 如果有蓄流二级管 就会泄放掉这个电压 可是没有呢 就会由芯片来承担 所以这个芯片损坏了 由于我手边没有这个芯片 把件发回来以后 我们再给它修上 由于它的电流取样电阻没有损坏 输出滤波电容和这个大电容都没有损坏 整流桥也没有问题 所以确定是这个芯片的问题 另外呢 在更换这个芯片的时候 一定要加一个蓄流二级管 这个蓄流二级管的接法是 它的正极接我们这个芯片的五六角 负极接这个300伏滤波电容的正极 主要是泄放电感上在功率管截止的时候 产生的反风值电压 这样芯片就不会损坏了 好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